9月26号,由中国新闻社主办的2021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 全球抗疫与国际传播论坛在浙江乌镇举行 会上两位外国青年讲述了自己眼中的中国 他们看到,在全球疫情背景下 14亿人口的中国讲述了鼓舞人心的抗疫故事 从疫情到现在,口罩慢慢地再去 中国也在慢慢地回复 我们的镜头也记录下来了整个过程 从一个没有人的洗户到现在,走路都堵车的洗户 从一个没有人的外滩到现在就能看到人头的上海外滩 看起来,这些对我们来说是理所的人 但是对于一个14亿人口的国家来说 这个是很不可思议的变化 中间,败坏了太多人的努力 中国有很棒的故事,但它是一样的一样 甚至前一种可能性的可能性 尽量的免费,中国能够出现了 中国能够出现了大量的疫情 引起来到我们现在的状态 在我们的现状态是限制的 小专业的小专业 快要承受到控制 通过一种人的政策 引起来透过研究研究研究 我相信,这个新疫情 会也会继续固定 因为我们看到中国的技术 努力继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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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继续 亲身体会到中国经济在疫情中稳不恢复的同时 他们也看到某些国家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号 对中国肆意诋毁 对于这些声音一骨然感到非常讽刺 网红博主瑞利用镜头记录在中国的生活也曾遭受质疑 他说越是这样他就愿要继续传播自己和中国的故事 让世界认识真实的中国 他们就知道实际上有一个中国 但是根本不了解真正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所以我就不断地出版我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和故事 发生视频发不出处 当然总结我也受到了一些质疑 一些不相信 但是越这样我越有动力 因为我心里我就会想 我又没能输错假你这个傻 我接下来也会一直留在中国 了解中国 随喜中国 用我的镜头记录 探索中国 所有对我的鼓励和支持 也是让我有了 露气袖子加油干的动力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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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